我是Jack 歡迎回到這個頻道 剛剛那集的車中拍第一集 反應非常好 我很久沒試過 影片出了街的三天 已經有接近一萬個觀看了 有一點當初剛剛來到澳洲 開始拍Vlog的時候那種感覺 很多人在裡面留言 大家反應很熱烈 都很開心的 當然我也有留意到 有些觀眾朋友很細心地提醒小弟 你一邊開車拍片會不會很安全 多謝大家的留言 我也有在影片裡回應給大家 大概就是在我開車的時候 那兩個車鏡已經固定好 是一個不會阻擋到我駕駛的視線 而且那兩個車鏡在我開車之前 按按按鈕開始拍線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直到我拍車之後 我按按鈕關鍵就可以了 換句話說我行駕駛的時候 是需要觸碰相機的 我會隨它們一路走 另外我亦都用膠紙遮擋了兩個相機的顯示屏幕 所以對於我來說 其實它們和普通車鏡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只不過是一個拍著車廂環境 一個是拍著路況 我會小心一點開車 如果真的太複雜 路況太複雜 當然是不會拍的 主要是在路上的情況 你看到我拍的影片 其實我都不需要看我相機鏡頭的 可以在路況上 因為我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些實用的資訊 以及你們感興趣的題目的時候 都要做一個安全和負責任的駕駛者 那回應就到這裡 不過我其實出完那一集之後 回想回頭 覺得把這個系列改造車中拍其實有點觸從 因為它局限了我只能在車裡拍這個風格的影片 即是一路說話的影片 所以不好意思 我決定出了一集之後 將車中拍這個系列改名 改一個比較普遍的名字 叫Jack Talks 算了 在這類型的影片中 就是我一路說話 不需要太多剪接 就和大家分享一些你們感興趣的題目 今集當然是講下面的標題 但跟上次一樣 在講下面的Villa之前 可以很快的更新一下大家 我過去的周末做了些什麼 其實過去的星期六日都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星期日就是我們其中一個計劃的生日 主持生日 所以我們去了Rose Bay 有一間古正的餐廳叫Boat House 主要是吃海鮮 而且它的環境是十分之美的 在一個海港那裏 看到很多遊艇泡在外面 價錢不便宜 但是這些特別的日子 都值得去的 我也是第一次去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看看 另外星期六 我都去了另一間餐廳 叫319 那間餐廳是吃法式越南菜 老闆娘和侍應都會說廣東話 所以進去之後 有一份餐設感 餐廳環境不會特別 它的門口其實不是很顯眼的 我們差點走過了都不在意 原來這裏就是餐廳 因為玻璃門不知為何做了磨砂 所以外面的人 其實不太能看到裡面的食客 在吃東西 但是那些食物真的很好吃 份量不會很大份 主要你看到 有些相片就是 我們吃了一個海鮮泡飯 挺特別的 就是有一個玻璃蓋 打開就有很多煙品出來 但是價錢也不是特別便宜 每一道菜大概都要二十幾三十元 等大家在一些特別的日子 或者特別的時候去吃 這樣就非常好 不過可以說一說 老闆娘是十分熱情的 有時候我覺得她太熱情了 因為我們在想吃什麼的時候 她會走過來介紹餐牌上的東西 以及會說一些餐牌上不好的東西 有很多菜是off menu 你不知道多少錢 你要問她 但是她就是這樣說 你應該要吃這個 吃這個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覺得 有點不太舒服 因為好像 我是不是要叫很多食物 這是我唯一覺得 不是太好的地方 但是食物來說是非常棒的 好 講完一點更新 就是重視在下面這個題目 在澳洲 我畢業後 找工作難難 以及OT的人工 大概是多少 我見第一集 就是赤重飯的影片 出了之後 有些觀眾朋友 都在下面留言 問這個問題 還有我在Instagram 都有收到大家的提問 都是會問 讀完書 出來做OT 難難找工作 找多少錢人工 這樣 可以分享一下 這條片就是講這件事 先講了找工作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找工作就不算很難 因為都有很多選擇 尤其是私人市場那裡 醫院就是因為我們未有PR 所以以未有PR的身份 去建醫院的工作 是比較難找到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我聽回來 就是我之前的supervisor說的 實習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有兩個人去應徵 一份醫院的OT post 一個是有PR 另外一個沒有PR 他最後會先給我一個位置 有PR 那沒有PR那個 就沒辦法 他不會說 因為你沒有PR 所以不請你 他會用其他原因 如果你沒有PR 但又真的很想見醫院的工 你可以去一些偏遠的地方 沒有太多人欠的醫院 就應該會大機會 所以這裡就不講醫院的工 因為對於沒有PR的人 是真的難去做到的 今天主要是講一些私人市場的工 我那時候找的時候 其實我去找回我之前的 那裡去做的 因為很幸運 我畢業之後 老闆就找回我 就說 Jak 我們現在有個GRAP Program 就是給一些新畢業的OT 去做的 你有沒有興趣 當然我自己是有找幾份不同的工 都是上網一個叫做seek.com的網站 就像香港的Jobs TV 去找找不同的OT post 那個人工 有什麼福利 或者是工作性質 所以都是有找不同的工 但是當舊老闆找回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之前都在這裡做過 都熟悉工作環境 還有人也很好 我覺得當時實習的時候 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最後就選了 去我之前做實習的公司上 上班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同樣的機會 例如你可能覺得 做實習的時候 你沒有派到一些私人公司 全部都是派到醫院 又或者是你拍去做那間公司 工作環境好像不太好 有點服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的 你可以上網 照上網 你會一搜尋 就會見到有很多公司 都在聘請人 他們會提供一些 GRAD Program 可能是為期六個月 甚至是一年的GRAD Program 人工會低一點 但是他就會給你多一點時間 你一邊去學一邊去做 我聽過有個朋友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很喜歡見工 他見了很多間 他那時候見了十幾間 他告訴我 因為他想知道 大概的人工是去到哪 你見到第一間 他告訴你 這個人工 但是你也想見到幾間 可以比一下 當你見到五六間的時候 你就會大概知道 在這裡剛剛畢業出來的OT 大概的人工水平是多少 如果你不想見到很多工作 才知道 人工水平大概去到哪 都不要緊的 你看到最後我會告訴你 但是現在我想說一下 找工作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 有什麼要問的 當然人工很重要 這裡通常是告訴你 年薪是多少 跟香港有些不同 香港很多時候都是說月薪 就是每個月OT 可能是三萬多港幣 但是這裡 在澳洲他們很流行說年薪 一年幾萬港幣澳幣 他給你一個數字之後 你最重要是要問清楚 究竟這個數字是稅前還是稅後 因為你知道澳洲抽稅 是比香港還很多的 我現在要交20%稅 差不多 還有一件事你要問清楚 就是這個數字 究竟包不包Superannuation呢 Superannuation 就是好像香港的強積金一樣 你一部份的人工要撥到 這個Superannuation的分數 你就不可以隨便拿出來 去到畢業 不不不不 去到退休的時候 就可以給你了 在澳洲 那個Superannuation的率是多少呢 就是10.5%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譬如如果你是找 10萬元一年的 如果那個數字是包含Superannuation 你實際收的年薪 其實就是大約9萬元 有些公司 他不會在廣告那裡說明 究竟包含Superannuation 你純粹就會看到 咦 他那個人工為什麼 好像高一段 這個時候 你就要記住要問清楚 其實他可能這個數字 是包含Superannuation 所以就令到 他跟其他公司比較的時候 他那個人工好像會高一點 除了人工之外 但你記住要問一下 他每天的buildable hours 是多少 每間公司都不同的 有些可能 要求你每天 我叫做到4個小時的buildable hours 或者是5個小時 6個小時 那你就要問清楚這件事 我聽回來 大概一般的水平 就是每天做5個小時buildable hours 而如果你是裝了一些 new grad program的話 剛剛去做的時候 他可能只要求你做2-3個小時buildable hours 那去到之後 慢慢再build up 你那個 中數 去到可能半年 甚至一年之後 你就要有 每天做到5個小時buildable hours 至於buildable hours 是什麼概念 好像有點複雜 其實我拍這條片 我錄了幾次 我也嘗試去解釋一下 buildable hours 我還沒想到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告訴大家 總之就是 你在那個buildable hours 裡面 做一些可以幫公司賺到錢的事情 例如寫報告 或者是見客 做測試 那些才叫做buildable hours 那你就要記住要問清楚這件事 另外 當然你也要問一下 究竟我這裡的supervision 是有多少 有多少支援給你 因為大家新入行 剛剛畢業出來 其實真的好像一張白紙一樣 雖然過去那兩年 你好像學了很多東西 但是呢 很多時候 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一些理論 真的實踐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還需要學 這些時候 你就需要有足夠的支援 對了 到最後 就是講講人工 我不可以告訴你 我現在在找確實的人工是多少 但是呢 我可以跟你說 一個range 我聽回來就是 一年六萬五千澳 到九萬五千澳 都有的 所以你要見一下不同的公司 去比較一下 哪間公司的人工可能會高一點 但不是說人工高一定會好 因為我剛才還有講 例如 這個數字呢 是未扣稅的 即是你扣稅就會再減少少的 而且也不算superannuation 那就是superannuation的 那個superannuation 不是在我剛才說的數字裏面 這個就是 我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的東西 我希望這一集 叫做解答到大家 就來畢業了 或者是想由香港轉過來澳洲 找工作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在Instagram上DM我 我見到當人問的問題 我就會拍片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在下面like comment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個數字是順錢 等一會 你們先吃完 等等 是